今天是2021年8月10号 是爸爸去世两周年的忌日 在这里我跟爸爸说一声迟到的对不起 第十一章 八岁生日后第二天六月四日星期六 我去黑市买菜 天刚蒙蒙亮 许多学生已经在跑来跑去 有些人三五成群的凑在一起 激动的争辩着什么 还有些人围着墙看大字报 回家的路上 校园里已经聚集了成千的学生 和凑热闹的人 大家唱着叫着喊着 星期三开始的混乱 发展成了狂乱 嘈杂的人生和激荡的人流 在我身边龙卷风似的旋转 学生们横冲直创 看新贴出来的大字报 加入辩论的人堆 我认出几个爸爸的学生 跟他们打招呼 他们好像根本没有看见我 擦身而过 校园里到处都是大字报 人们在树和电线杆之间 拉起绳子 挂上颅席 晒床单式的展示大字报 大字报的尺寸 从普通的两张到最大的十来张不等 每张大字报上用黑色或红色毛笔字 涂满标语口号 批判文章 人物漫画揭发资料 我提着菜篮 在波涛起腹的人海中航行 到家把菜放好 我忍不住跑出去看热闹 在校园里乱转 在人堆里瞎转 看大学生读大字报 听大人辩论 人们迫不及待地挤着看大字报 我跟着挤来挤去 东看一张 西念一句 觉得很好玩 大学生们从宿舍楼里 潮水般涌出 手里拿着新写好的大字报 墨汁滴洒在路面上 草叶上 人们的衣服上 连我的光脚上 也都是红一点 黑一点的 大学生们的手上 衬衫上 裤子上 也尽是墨汁 他们喊着 让开让开让开 高举着大字报 推开人群 大字报一贴好 就有人朗读给大家听 开始 我以为所有的人都在高高兴兴地玩游戏 校园变成了大人的游乐园 不久 我发现所有的人都绷着脸 不如一丝笑容 我搞不懂 写啊 贴啊 叫啊 怎么能算严肃认真正经的事呢 许多大字报表达对毛主席的绝对忠诚 另一些表示要破四旧 旧思想 旧文化 旧风俗 旧习惯 的决心 号召革命群众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黑五类 叛徒 特务 走资派 资本家 反动学术权威 所有的教授 教师 知识分子 都列入 反动学术权威 仪类 统称 臭老九 一张大字报指出 臭老九 幻想 他们是国家的栋梁 实际上 他们是狗屎不如的废物 转悠一个多小时后 一张大字报 让我僵在原地 心 扑腾 扑腾的跳得那么快 那么响 我生怕 让周围的人看 听见 大字报上 画着一只 呲牙 裂嘴 脸 酷似 爸爸的 大老虎 黑眼镜框 特别大 面侠上 画了美国的 心条旗 两只 长虎牙 滴着鲜血 画边上写着 毛主席 教导我们 美帝国主义 和一切 反动派 都是 纸老虎 乌宁昆 是一只 没有 被打死的 纸老虎 我赶紧走到 另一张 大字报前 那上面 又是一幅 爸爸的漫画 再看过去 好几张大字报 都是批判 爸爸的 一张 说他用资产阶级文学 作品 格力佛 漫游 其禁忌 和了不起的 盖茲比 腐蚀 毒害 社会主义国家的 革命青年 另一张说 他上课时播放 英国广播公司 和美国之音的录音 引诱学生 叛党 叛国 在那个时代 私下收听外国电台 是犯偷听敌台罪的 可能引来牢狱之灾 因为爸爸教英语 通过校领导 得到市公安局的许可证 可以收录敌台 并在课堂上播放录音 但大字报根本没提 只是怀疑爸爸的许可证 只是怀疑爸爸的动机 连校领导也被怀疑 一张标题为 乌宁昆的罪恶历史的大字报写道 早在1941年 乌宁昆就为国民党空军效劳 替美国空军飞虎队当翻义官 他后来到美国 以工作学习为借口 接受长达八年的特务训练 1951年 他用教授身份做掩护 到燕京大学 从事秘密特务活动 他的反革命阴谋 在反右运动中被识破了 1958年4月17日 他作为极有分子 被开除公职 押送黑龙江 新凯湖农场 劳改 我愣住了 站在那儿动弹不得 爸爸 是美国特务 是坏蛋 我知道爸爸劳改过三年 但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连什么是劳改都不清楚 更让我震惊的是 我的生日是1958年6月3日 爸爸在我出生前一个半月 就劳改去了 他怎么会是我的爸爸呢 我是抱来的吗 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来 我拼命地眨眼睛 告诫自己 别哭 别哭 我瞧瞧四周 生怕有人认出 我是乌宁昆的女儿 把我揪出来 审讯批斗 我希望这些大字报 被一阵风刮走 一场雨洗尽 我希望周围的人 马上回家 忘掉这些大字报 可是大字报牢牢地贴在墙上 一群人往前挤 伸长脖子看 我用力钻出人情 眼泪刷刷地流下来 有人抓住我的背板 我抬头 认出那一个经常到家里来 请爸爸补习的男生 他身边的六七个人 大概都是爸爸的学生 看着我 看着我凝笑 哈 猫猫 看得懂这些大字报吗 那个男生们 显然是领头的 看不懂 我小声答道 真的吗 为什么哭呢 一个女生问 一个女生问 我低下头 拧住嘴 毛猫 拧头的男生哄我 我们是你的革命同志 是好人 吴宁坤 是你的敌人 我们共同的阶级敌人 是大坏蛋 我的眼泪 不争气地往外躺 我摇摇头 又点点头 再摇摇头 始终没说一个字 他们几个 焦头接耳一阵 领头的男生对我说 跟我们走 给你爸爸写大字报 我盯着脚尖 不动 摇摇头 别害怕 要是爸爸敢打你 告诉我们 非把他骤扁不可 另一个男生说 我还是不搭话 他们失去耐性 两个学生 一边一个 架起我 往宿舍楼走 一路上 他们热烈地商量着 我的大字报 该写些什么 你要做革命同志 还是反革命分子 一个人问 我知道 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就小声说 革命同志 他们哈哈大笑 他们把我带上 二楼一间宿舍 地上有一大罗旧报纸 一碗黑墨汁 一碗红墨汁 领头的男生说 毛毛 革命同志 你要用实际行动 和爸爸划清界限 写大字报吧 他递给我一只大毛笔 嗯 可是 可是 我 我不会用毛笔 不 不知道写什么 我声音 颤抖 没关系 我教你 他给其他人 打个手势 他们在地上 铺好几张报纸 搅和了两碗墨汁 他握住 我拿毛笔的右手 沾了黑墨汁 在报纸上写起来 写完又用红墨汁 在爸爸的名字上 打个大叉叉 他看着我们横七 竖八的杰作 大声念 我的大字报 打倒牛鬼蛇神 笑面虎 乌宁昆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大字报的最后一行 是我歪歪扭扭的签名 乌一毛 大家为我鼓掌 我被热烈的气氛感染 不好意思的笑了 他们小心地拿着大字报下楼 把他贴在全校来往人群 最多的食堂门口 一群人马上围过来 那帮学生对我失去兴趣 看别的大字报去了 我趁机逃回家 心里忐忑不安 希望家里人没看见我的大字报 晚饭桌上 哥哥问爸爸 笑面虎是什么意思 妈妈说 小孩子 别多嘴多舌 爸爸说 什么意思也没有 我明白 他们都看了我的大字报 但谁也不愿调明 我真想告诉他们 那不是我要写的 是学生 把着我的手 逼我写的 我觉得 对不起爸爸 可是没有勇气 可是没有勇气向他道歉 我呆呆地望着桌面 闭紧嘴 用食指来回摸红方桌上 小鱼留下的小坑 第十一章 结束 第十二章 每天群众大会都开到深夜 散会后 人们继续高唱革命歌曲 高呼革命口号 在校园里 敲锣打鼓的游行 咚咚腔腔的吵闹声 搅得我睡不好觉 让我不寒而栗 一夜之间 平常对爸爸毕恭毕敬的学生 变成了怒目而逝的仇人 学生们开始把牛鬼学生 揪到学校操场上 批斗殴打辱麻 他们发誓 要把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阶级的人 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六月六日深夜 他们来抓爸爸 走进我们住的宿舍楼 他们的口号声和锣鼓声 正在窗帛里乱响 到了门口 他们安静下来 一个男生领头高呼 打倒吴宁坤 打倒美帝国主义 所有的人跟着喊 打倒吴宁坤 打倒美帝国主义 我想象中 爸爸夜里看到的魔鬼 终于出现了 不是一个 而是一群 他们就在楼下 嚎叫他的名字 楼下的大铁门 被光朗朗的撞开 随着嘲杂的人身脚步声 有人在用力敲打我家的木门 我想躲 哪儿能藏身 我想逃 哪里是深入 我想飞 如何天霜赤 开门开门 几个声音狂吼 再不开就砸了 奶奶钻出蚊帐 颤巍巍地拉开门栓 学生们狂风似地刮进来 冲向我们的房间 有人拉亮电灯 高声问 狗杂种吴宁坤在哪里 我从文章探出头 认出在叫骂的汪崇德 他以前经常来我家 他出生于农民家庭 学习成绩非常不好 系领导让爸爸刻意单独辅导他 我和汪崇德的目光 打乒乓似的碰上 又马上弹开 与平时安静谦卑的学生相比 他简直变成了一个魔鬼 他的脸因过分之动而发红 冒汗 因仇恨而扭曲变形 眼球几乎从眼眶里蹦出来 吴宁坤躲在哪里 说 他弯腰逼近我 左手转成拳头 吐沫噴了我一脸 我吓得退回蚊帐 仿佛那层薄薄的纱布 是可以保护我的铜墙铁壁 抓住了 隔壁房间里一阵狂喜的呼喊声 替我解了围 汪崇德走过去 我随后下地 爸爸只穿汉衫裤衩 被两个学生拧着胳背 揪着头发 压出房间 我嗓子发干 哭喊 爸爸 哥哥在一边发抖流泪 奶奶面无血色 被一个学生拦在门口 妈妈抱着哇哇哭的一寸 跟在几个学生后面 爸爸看着我嘴里说 妈妈别怕 声音却在颤抖 汪崇德从背后猛推爸爸 他往前跌 被两边的人揪住拖走了 那帮闯进我家的人 带着他们的战利品 出现在楼门口 等候在外面的人群 爆发出欢呼口号声 爸爸被吸进牛鬼蛇神的队伍 押往操场 操场上已经聚集了近四千人 牛鬼蛇神在篮球架前跪下 学生们向他们吐弹 学生们向他们吐痰 扔石子对他们拳打脚踢 王崇德边抽爸爸的耳光 边痛斥爸爸毒害贫下中农子弟 王崇德对牛鬼蛇神尖叫 你们你们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回我红色江山 现在你们的阴谋诡计被革命小将 拾破了 打倒牛鬼蛇神 毛主席万岁 汪崇德正背高呼 几千人齐声喊 打倒牛鬼蛇神 毛主席万岁 批德会结束了 直到人群散尽 跪在地上的牛鬼蛇神 才挣扎着战起 消失在夜幕中 我躲在蚊帐里 茫然望着黑夜 听着远方 隐隐传来的人声 锣鼓声 等一切都静下来 我听到自己的心 在砰砰乱跳 妈妈抱着弟弟 到我们的房间来 安慰我们 向我们保证 一切都会好起来 过了一阵子 我听到开门的声音 透过蚊帐 看见爸爸 垂头上气的声音 爸爸妈妈低声问 发生什么事 没什么 爸爸疲惫不堪的 干笑一声 明天早上八点 还得挨斗 这次运动 涉及面亭广 学校里好多教师 教授都成了牛鬼蛇神 第二天出门时 爸爸坐下红肿 走路像裹了小脚的奶奶 东到西外 大约四十个牛鬼蛇神 被压到大教室里 听党委领导训话 他挥动 赚成拳头的手海 昨天夜里 革命学生的行动 完全正确 活该 你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 被彻底粉碎了 牛鬼蛇神 一头听着 大气也不敢喘 最后 党委领导 勒令牛鬼蛇神 回家写检讨 坦白交代 革命学生的行动 如何及时地触及 他们的灵魂 让他们认识 自己的罪过 赞颂革命学生的行动 明天同样的时间 地点 交卷 滚 他挥挥手 干苍蝇似的 把牛鬼蛇神 赶走了 第二天 爸爸什么没带 就去了 其他人 都认认真真地 写了长篇检讨 幸亏 党委领导 忘了收检讨 爸爸 逃过一关 党委 党委领导 让大家讨论 为什么学生们的行动 是正确的 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 一个接一个表态 支持学生行动 我罪孟 我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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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老教授 气不成声 我该死 我有罪 另一位教授 当然不让 我们都是革命的罪人 同学们的革命行动 完全正确 他们手下留情 对我们宽大为怀 我们应该感恩戴德 一位讲师 总结到 所有的人 齐身应和 爸爸 祖上的听着 没说话 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接受批判 弥补我们所犯的 对不起党和人民的 滔天大罪 一位女讲师发言 同意 就是 大家积水八舌地说 党委领导 似乎对牛鬼蛇神的表现 很满意 好 好好 好极了 他点头笑着夸赞 批判检讨 毁过之后 会议被高音喇叭打断 广播里宣布 校党委和行政领导的 权力责任 从即日起取消 中国人民解放军 将正式接管安徽大学 党委员 党委领导的脸 刷得变得惨白 强座镇定地对牛鬼蛇神说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 大家回去 继续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妈妈的教研室 停止正常教学工作 每天开批斗检讨会 因为爸爸是牛鬼蛇神 妈妈自然成了教研室 批斗的对象 一个退伍军人出身的党员讲师 运动开始前 家里粮食定量用完 跟妈妈借两本 应急 用掉我家的定量 这件事 变成他指控妈妈 企图拉拢档员的罪证 他在批斗会上 义愤填膺地 把两本当众摔还给妈妈 一队解放军叔叔 进驻安徽大学 掌管学校 整个合肥市也被军管 到处都是扛长枪的解放军 全市笼罩在一片绸云惨物中 放了暑假 学生们纷纷离校 校园里刚燃起的 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眼看就要熄灭 第十二章结束